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赏支持明镜与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没有熟悉 大家自己的选择 老奉兵设置吗 老实说 见到这样的环境 省着个荷包 或者把钱花去更有用的地方 譬如回大陆 譬如去台湾 为什麽呢 你要优质又便宜又美的 有日本 我不管我什麽要便宜 或者贪新鲜好奇的 我要回大陆 再不是 近近地都是便宜的 因为香港真是贵的 我去台湾 去马拉 去泰国 机票又便宜 真是很难搞的 除非香港能够出奇制性 有些东西真是有特色的 服务有保证的 似乎又不是 为什麽呢 不够人手 这个真是死局 好了 我们先不要说这麽多次 各位网友 我现在桌面也有一包饼 我还在想买不买 因为我又不断挨我买 帮忙 我一看见泰国饼这些 三两十元东西 我买来把鬼 虽然很大批 但刚才我试了 很好吃 是很好吃 像是我们世界吃的那些雜饼 咸不咸甜甜的那些 又脆 我想一下 买不买 要是做这些 第一 他有个期 就会过期 第二 这些就是我经常说的 做死自己 恨死隔离 我再好餐一天 买三十包 好不好 一包赚五元左右 六元左右 不就做了我昂哥哥 但是真的很好吃 很好吃 我很久没吃过 刚才我已经吃了不同 我还有一些椰子 椰香 好了 先不要说这些 首先 今天政府发言人出来 就是关于这个立场新闻案 你问我呢 政府当然是说 任何人或者组织煽动仇恨 作出危害 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 都必然难逃法网 就必然应该受到情处等等等等 甚至乎里面有很多这些情绪化的议言 那些我先不要理 政府 我讲一下我 你不要想我政治立场 因为政治立场 香港从来都是有不同 很多人不同的政治立场 我看完这件案子 我真是很仔细地去研究去想 政府说 政府发言人强调 香港市民包括新闻工作者 可以一如既往自由作出基于事实的评论 依法享有和行使新闻和言论自由 无需担心誤导法网 政府发言人这么说 一如既往自由作出基于事实的评论 他这十七个文章 里面当然受访者也有一些 是会有不同的意见 那些意见你也未必政府喜欢听的 这些意见也未必特别立场新闻 它本身的立场 但是其实都是很基于事实的 是基于事实的评论 即那些受访者的评论 如果这样去研究 但是这一班人就中了 包括这个Best Pen Show 包括前两名总编辑 中沛权和林少唐湖 就中了 即是9月16日半 好像是9月16日半 忘记了 你问我 我的心态就是 以后评论文章 或者像我们这样 我们不是用笔 我们用口 它怎样界定呢 你说一言既往基于事实 那我真是基于事实 譬如很简单 习近平有一轮神隐 我们的评论 大家有没有听见我说 它是否担心了 好像外国人 我没有 我就是评论 它真的很多人没有出来 那个镜头要有三宗全会 后来他出来 三宗全会后 接应那个越南那个 两个字那个人 他说 这个软镜 这是基于事实 那我有没有评论吗 我说外面全有很多传言 这算不算危害国家呢 最简单就不要说了 或者你这个蔡弥廉 出了一个中三的性戒育情指南 我说基于事实的评论 我嘲笑你 我真的觉得很多好笑 我真的认识会不会更煽动呢 你会不会Claim我 我说啤梨频道是一个政治性立场的平台呢 你去到这样的话呢 老实讲 以后评论文章 或者这些访问呢 其实不用做的 你说可以照做 基于事实 那没有基于事实的 你记不记得 就是初初就说 煽动一定要有人被煽动 反暴力 是呀 开头是呀 跟着阳川绘本呢 就是你有意图 出以煽动就不行 是呀 我这件事甚至虽在 有算你未必有意图出以 但是你罔顾后果 可能你出作这些文章 这些独立的性戒 是呀 这样也入 会令到那些人 更加什么 多些人出来上街 是呀 是呀 喂 我没得搞的 是呀 好了 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今年年头 今年年头我们讲过 那时立交政府又在说 阿智阿朮又说你什么 无国家记者呢 就说什么香港什么什么 新人自由 就上升五级 比起去年 就是每年都平 比起2022年上升五级 好 虽然你分再跌 但都上升五级 因为有些国家 更跌得多于我们的分数 好了 上升到135位 本来140位的2022年 135位是在菲律宾 我靠记忆来 在津巴布委 前前后后 他说你真是不无道理 你这样 你去到 说真的你给我是老闆 或者那些作者 不要写这些 不要评 好说不要听 一个金融中心 你希望自己做 他说要资讯流通 你譬如说现在 如果我们是做生意的 我做媒体的 喂 你有没有见过有人 包括01呢 去访问周庭去加拿大 去澳洲访问许智峰 其实我觉得一个自由的城市 起码有人敢去尝试访问他们 不代表应该跟他们立场 有没有后悔 现在要吵你 韦家书难 远走他帮 都可以的 没有 没有人去做 做来做什麽 但这就代表什麽呢 所以你真是没办法 我们已经觉得 你不是判我 都觉得这样都可以 的时候 政府还出来说这些什麽 任何人组织或煽动受陷 危害国家安全委 就是不懂得说 不懂得说 不懂得说 讲下其他新闻 一页之秋 一页之秋 什麽叫一页之秋呢 其中一单 我们不用讲迪萨克 什麽库林 有段时间 龙话 我们是熟的 沙田 熟的真的认识 我们认识去哪个 怎麽去呢 又不是经常去 又不认识去 没说认识 不过就被金管局告 告可由2023年1月至12月 2023年1月至12月 整一整年 没有为股员交了强颜色金 款项为10万元 我们不讲龙话的历史 当然是一个历史悠久的 很有代表性的 即是特别是 19300年开场 特别是七八十年代 在沙田发展之前的时间 其实沙田新界应该这么说 就是我们的父辈 祖父辈 去游乐旅行的地方 交往方便 比较绿野 交外 那龙话呢 我记忆中间去 不是记忆中间 我知道去的 当时可能多些 会有房间的 所以去龙话酒店的 当时未有隧道 没那麽快的 更难去 那些人搭那些火车 可能搭即使那些火车 又慢一点 可能都搭一个车 我不知道 但是去到那些地方 即是交外 等于我们小时候 我小时候去乌溪沙 现在乌溪沙 你都不会觉得是去旅行 是吧 好了 那龙话 是被人告达的 我想这样讲 去年1月至12月 职金局不会即时去搞你的 他现在给点时间拖 给点时间拖 因为现在入品 现在入品 是入品 2023年 1月至12月 2024年 我先不讲 即是说给成年时间 他拖不到钱出来工 只不过是10万元 那你说去龙话没有生气 我想要将来十匹 不难的 但是呢 看回报导 原来去年呢 都拖了400万贷款 和货款 另外呢 在去年的9月呢 亦都给他的老表 即是亲戚 入品高院 就要求还款4千万 即是说呢 龙话呢 那我不当 拿钱用 先 和那些亲戚 不会一次过的 可能分段分段 拿些拿些 这些这些 加了4千万 在去年9月入品 去年3月开关 去年9月入品 而货款又差400万 即是那4千万呢 可能在过去几年 我相信是封关画 动态清零的时候 陸陸續續陸續續 不斷和鄰港人郎借錢 但生意也沒有起色 不緊要 開關總會好了 繼續做下去 但是開關背面後 開關都沒有好轉 不對路了 於是夫親戚進入去年 所以ifications件這條件沒有報道 佔了4000萬 也有報道拖欠400萬貨款或貸款 或者這四百萬搞定了 因為用親戚那四千萬的其中一部份搞定了 但是那個周轉是連十匹東西 你想想 又被金局搞的 都要去入品 即是談不怎麼做了 十萬而已 這個就是我何謂一業之秋 龍華 這些我不知道那個地方是自己還是跟政府租 山腰山腳 租金應該相對不會太貴 你看見它 只不過在講十萬元 成年 十萬元的強積金 一年 即是一個月大約是幾千元一批東西 即是說可能資金也不是很多 真的請幾個老伙計 但是 都搞不定 龍華 因為它比較特色 就算今時今日我們住沙田就沒有了 但是它這樣去又不是大 全港七百多萬人有時 不如入沙田吃個乳隔 當行下 我一上賣佛寺 你不要說好生 應該是可以轉一下 但是很明顯是真的轉不定 那就知道怎麼搞 香港呢 就真的很嚴重 講真了 尤其是你看到我們特區政府 真的覺得是無作為 夜繽紛都搞得沒心機搞 夜繽紛 然後又說來熊貓了 熊貓控制 不要開玩笑 熊貓竟然笑死人了 即是說真 你說有沒有外國遊客 歐美 日本 特地來 即是我們所講的 像看煙花一樣 嘩 到你這麼有Panta 好好想聲啊 去香港看啊 即是我真的不覺得有 你說他來到香港 嘩 哩 沒甚麼玩 即是看 你知道 一定有些機場附近 一定有些 即是Bull Shure 和Liftd的東西 介紹一下香港的 咦 嘩 你有沒有在海洋公園有熊貓 他不如聽說海洋公園有熊貓 各都會有 各都會有 那你說如果 真是熊貓是這麼厲害的 嘩 你說甚麼時候 我忘記了甚麼餓龍那裏 四千多元 發想到達 發想到達 噩龍 直接發想到達 好了 另外這件事 我覺得特區政府一定要高度重視 你是不是真的做到那件案 是一件事 即是抓不抓到人 抓不抓到人是另一件事 你高度重視 譬如警務處長 譬如甚至律政司 刑事檢控專員 高級的 甚至乎特首 我覺得不用的 聖務司司長 出來回應 顯示你們 對這件案的重視 這都是幫到香港 但你不會做的 而明明是犯法寄惹 說甚麼呢 說的是 基隆茶餐廳又收到 為甚麼可以說又收到呢 因為去過訪問 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一些恐嚇信 我當然明白這些恐嚇信 是很無聊 可能有些傻佬 有些藍絲 但是 其實就是做這些事 你就可以贏很多分 你怕你講這些出來 那些人就會 中央政府會吵架你 還是那些藍絲會吵架你 不會的 香港是法治之地來的 基隆是打正奇號做生意了 有納稅的 話說 這間就是我們附近的那間 近日太子店 即基隆 即限界那間 收到恐嚇信 那個恐嚇信是甚麼呢 裏面有多張關於泛民人士審訊的展報 以及裏面有一個布滿污漬的口罩 他又沒有說要殺你 只是這些東西 餐廳負責人接受傳媒訪問說 這次已經不是第一次收到這些信 認為有人對政治理念不同的小店作出針對 他說不擔心個人安矮 只是擔心員工會覺得受到招擾 他覺得這麼想煩 不想做都值得擔心 其實沒所謂的 我不知道是傻佬還是怎樣 警方你怎樣都要 口頭你要講 其實要拘捕都不是容易 雖然我覺得以現在的科學鑑證 如果真的有心拉 亦都不難的 真的有心的 慢慢跟 好了 但是你leap service 你都要出來講 特區政府是不容許的 這樣起碼人家覺得是公道 這些就是拿分位的 不能吃的嘛 笨的嘛 你這麼想得閒 各自為證 我都不知道你怎樣去領導的 這個你怎麼搞過 中三 怎樣的情境 搜禮出來 你又不想知道你不滿都沒用 那個 收樓收樓到屌你怎麼人家 喂 你怎麼走都走不及了 是不是 完勝在道 這個就抄牌抄到這樣 這個就趕下婆 那個就跑去拍介紹 喝飲食吃 你怎麼搞甚麼呀 老實講 這些信我當然認為是一些很無聊的鼠輩做 我夠膽講 但是 你真的不花你一分 或者不花你一號 香港是法治社會 如果你倒轉 有間藍店 譬如這樣說 收到一些這樣的信 你們可能走出來 警方公道重視 譬如這樣說 有間藍店 譬如庫林收到一封信 剪幾個字 剪幾個字是甚麼 下一個道理 為甚麼呢 原來進了一些剪報 剪報是剪報甚麼呢 那時候那個是甚麼 在美國 七十多歐 說做間諜那個 雙面打到甚麼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剪了一個剪報 然後說 然後下一個道理 我不用下一個道理 然後弄髒口罩 我想你警方可能很高度重視 因為為甚麼呢 我們的葉劉好像也收過 林鄭也收過 很高度 還說挑戰法律 這樣那樣 他們當然是政要的所謂 但是不是第一次 追用茶餐廳 好了 即是小市民就不用理 屁都不放一個 老實說 你出來這樣說 隨時這傻佬都不敢再記 基隆茶餐廳接受傳媒訪問就說 餐廳已經不是大家收到這個恐嚇信了 認為是有人針對某些政治理念不同的小點 負責人說已經嚇大作膽了 就不擔心自己的安全問題 不過信件裏面有個髒的口罩 他們說這傻佬真是無臉 你放一塊兒媽根在那裡 擔心口罩有病毒 也都擔心員工 擔心員工會擔心 是擔心員工會擔心 大哥 你不要搞了我的伙計 現在請人多難 他說真的很恐怖 當然你問我 這些一定是沒有膽匪 那些暗狗 甚至是精神有問題的人 但是我經常說 不抵得 你明明香港真是 香港人不想走 現在留在香港人都不想走 都在找藉口自己留在那裡 可以繼續睡 這個我們的Marderland去奮鬥 他說希望你不要那麼壞 你要爭權你要奪利 你要奪名你們的事 你們都不會做一些聰明一點的動作 你真是令人好 真是不知怎麽算 好了 深水泡店就不做了 現在暫時這一刻 基隆就太子了 明天就是深水泡店last一天 我想明天都做了 但如果你說現在這樣的情況 縮一間都未必是差 因為茶餐廳的生意都不好 好